好 接下來 鄭老師呢 要藉由分部從中的表演 來帶大家認識樂團裡面的樂器 為什麼呢 因為 就是要開始來招生了 所以呢 你看到這麼棒這麼棒的一個 小孩子的一個社團 有一個這麼好的社團 我相信就是因為 學校有提供一個非常優質的環境 以及強大的行政團隊 還有優良的實質 所以呢 今天我們才會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成績的呈現 所以就那一句話 怎麼 樓上揪樓下 樓上揪樓腳 然後左臨右色 來趕快參加我們的管樂團 那如果要參加管樂團呢 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管樂團裡面 有哪一些樂器 那這些樂器的特色又在哪裡呢 來 大家放心 我們絕對不會像音樂課的裡面 講說那個樂器長什麼樣子 然後鬥躁是什麼 這樣等一下大家都睡著了 我們今天要特別一點 我們要從每一個樂器啊 把它擬人化 而且還要個性化 所以等一下透過這個樂器 被擬人化跟個性化之後呢 您再來想想看 您的孩子 適合哪一個樂器 然後讓他來學這個樂器 首先啊 我要介紹的是 木管樂器家族中 人人都稱讚最美的樂器 你們猜是什麼樂器 你看吧 大家都說 好啦好啦 就長筆啦 所以啊 如果你的孩子很曖昧 你就讓他來學長筆 因為當他拿到椅子 上第一堂的時候 他才會發現 要吹長筆其實氣 要多到跟像 像你看到那個 最大隻的第一號的氣 一樣多耶 可是 因為你的孩子愛你 所以他會堅持的 給他學下去 最後 您的孩子 不但學會了吹長筆 他還學會了一種精神 叫做堅持 現在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來欣賞 長筆的同學 來為我們演奏 長筆的哼步曲 來 長筆的同學請過來 真的你們都好有氣質喔 學校制服怎麼這麼好看呢 那我們現在在台上看到 穿全身黑的 這個黑色演出服的呢 他們就是我們畢業的 傑出校友 然後 我覺得我們好棒喔 學姐們都好棒 然後 已經現在到了國中去之後 那 聽到我們這樣子的音樂會 他們就是回來支援我們的 學妹們 然後跟他們一起表演 然後我們再給阿梅斯熱烈的掌聲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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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